小朋友们,这是一款面包超人,木质磁性拖拉小火车,轨道积木玩具。 这是一款非常可爱的小列车,可以拉着跑,上面的玩偶也可以拉下来自由组合。 关键是它们之间都有磁性,小车靠着磁性能连接起来。 小车的磁性还有正腹肌,可以锻炼宝宝的认知能力。 让宝宝把车厢连接起来,也可以锻炼宝宝的手指灵活性。 爸爸妈妈们还可以给宝宝讲述面包超人的故事。 这是一款巴拉拉小魔仙,手机魔法钢琴耳麦变身器玩具。 把变身器和耳麦合体,戴在头上,可以变身小魔仙。 变身器里面有七轮小游戏,每一轮小游戏都需要三个步骤来完成。 我们首先呢,玩游戏之前先饭装。 在常态的方面下,按确认键就可以进入了饭装菜单的页面。 再按一下确认键,就可以开始饭装了。 每一轮的饭装效果都不一样。 七轮游戏难度会足极加分。 小朋友们可以通过收集音符来帮助对应的游戏进行传观。 游戏传观之后呢,就可以进入表演的环节了。 一共有七个表演的节目。 有歌唱独秀,起舞飞扬,乐动心弦,奇妙奏乐,乐音绕耳,提琴演奏,还有钢琴演奏,这七轮表演。 这款玩具还可以合体,取走四叶盖子,把变身器,取走四叶盖子,去掉耳机的那个部分,然后呢,放入变身器。 向下扣一下,固定住。 这样的话呢,模仿能量就可以提升了。 然后双翼展开,就变身成功。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款熊出帽儿童电动打地鼠玩具。 电动打地鼠呢,又好玩又刺激。 暗动开关,小地鼠一直一直发出闪光,宝宝动作要快,才能打中。 打中呢,就有好听的声音。 小锤子呢,是平常的那种软锤,而且不伤人的。 家长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可以锻炼宝宝的反应能力。 同时呢,也会提高宝宝在生活中的反应能力。 还带有技术的功能,让孩子比较一下哪次的成绩比较好呢。 游戏机呢,有七个可爱憨憨的小熊头。 表情各不一样,是固定在机器上的,打中发光的小熊就有惊喜。 进入游戏模式以后呢,随着音乐声进入游戏,敲打花光的熊头。 每正确的打中,可以计分两分。 每一关呢,各有六个生命值。 如游戏上灭一个红灯,说明已经失去了两个生命值。 如果三个红灯都灭了,表示挑战失败,游戏结束。 这里面呢,一共有六个大关卡。 每一关的游戏速度不同,难度升级。 如果打通关,还有一首音乐表示奖励哦。 如果二十秒内不使用游戏机的时候呢, 它会播放一段音乐,然后自动进入待机模式。 这款托马斯积木玩具,采用德国进攻的模具开花技术, 使玩具表面的每一条边,每一个角都可以圆滑过度, 并且使用进口繁保,无害原料加工生产。 最好能让孩子与其他孩子一起打机模, 这样比一个人玩儿更有趣。 而且孩子与人相处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孩子在玩机模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数学知识, 培养空间感,开拓线下思维。 饭台的欢快设计,与颜色搭配是非常适合所认知的概念性事物。 不仅充满了想象空间,更可带动小朋友们的思维开拓能力。 加油站! 太搭配的也是非常丰富,不仅有油腔,油表。 花,最主要的是人物的手,可以握紧油腔。 托马斯火车采用的是积木式车身,非以往的固定式车身。 积木式车身可以拆卸任何积木,任意搭配, 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拼凑属于自己的车身。 开关启动后,火车呢,会发出低低声。 行走后,会发出经典的火车轮子的声音。 关闭开关,会发出火车熄火的声音。 旅行箱的把手,跟其他物品一样,都是参照人物的手,制作成一比一的, 使得人物可以轻松地握住每一件物品。 历车员,老爷爷和小朋友,这些道具的手,脚,帽子,头部,都是可以独立旋转的。 其中,腿部还可以弯曲,手部可以向上,向下摆动。 大小朋友,最新来的领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把油罐插入加油箱口时会发出加油的声音 非常不错的功能 可以让孩子们切身体会到加油的乐趣 这款寂寞玩具可以激发宝宝的想象力 这里呢不仅能带来快乐 更可以让孩子们可以在玩乐中学习成长 大家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款雪花积木 一字玩具 雪花片是一种开花儿童自理的玩具 四有十二种雾光死射的软塑料制成 圆周上开有八条巢 可以互相对接 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比如建筑物 家具 机器人等等 儿童玩耍也可以大步提高 其示威能力 手是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 孩子通过拼擦雪花片积木 可以锻炼手指的灵活度 变得更加心灵手巧 爸爸妈妈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 这样既增进了彼此的亲情 也锻炼了孩子的团队协助能力 看看这些雪花片可以变翻出 很多种形状的玩具哦 中文字面